非常谦虚 他要我 以印光法师为师 做印光法师的学生 印竹已经往生了 我们如何依靠呢 印竹的文朝在 现在在台湾 印光大师的全集 流通的很广 只要我们读 印光法师的书 依照他老人家的教诲 认真去修学 就是印光法师的学生 所以我曾经发信了 依文朝的内容 做一百次的专题讲演 这是我在年轻时候 初学佛时候做的 他们听到了这个说法 编成这个小册子来寄给我 我看到非常欢喜 这个小册 这个小册 末后一篇是印光大师 给魏锦州居士的一封信 这封信 它是全文都录下来 而魏锦州居士在当时 是因为邻居房子是火 连带他家的房子也被烧毁了 所以才无复之一句 他的太太 在惊慌当中 死去了 他自己遭了这一次的大灾难 人也就发呆了 如罪如狂 那么有人把这个事情 告诉印光大师 因为魏锦州 也是跟印族学佛的 印族听说这种情形 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给他分析这个道理 帮助他回头深暗 这封信很长 我仔细看过 一边把它分成段落 一共有18个段落 第一端 大师引法华经上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折 众苦充满 胜可不为 释迦牟尼佛 在法华经上这四句话 可以说 把我们现实环境的状况 描写得 灵力尽致啊 我们要深深体会 佛所说的意思 三界那是不止我们人间 也不止我们现前社会状况 但是在现前这个社会状况 是我们读这四句经文 感情特别的深刻 我们确确实实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世界充满了苦恼 哪有快乐 贫穷的人苦恼 富贵的人苦恼 不下于贫穷 我们与一些大富贵的人接触 他们常常谈起他们的苦恼 也顺之不尽啊 没有一个人不苦啊 所以处在这个环境里面 实实在在是非常恐怖 魏京州居司造了大难 这种灾难 任何一个人 实实处处都可以遇到的 尤其是我们身在 现前这个社会 遭遇灾难的机会特别多 哇 谢谢观看